看看新闻网 想着那样爽翻了 那么同时为大家带回一次 男神女神的报道 到底要经历一些什么内容呢 今天呢 他们也要来说说 心理化和私房化 李宗硕 然后李明浩跟金雨平 丁秀贤 李明浩这边都有采访过 眼前这些人都有着同一个名字 娱乐记者 而他们口中爆出的一个个 聚首可热的寒流明星 也有着同一个身份 采访这项 说起与明星面对面交流的记者 粉丝们的反应往往都是 很幸运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 韩国男神女神们除了好 还是好 好到一次采访的时间 就能融化记者小心脏 这都是真的吗 今天就来跟粉丝说说私房话 当我们的采访对象是个神 如果不了解他们的话 肯定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要拿两套标准来对待 就是同一件事情 或者说你为什么 就是在中国好像特别事儿 你知道 明明昊已经过来中国好多次了 然后每次我不可能做他一点 就是 哎呀 明明昊我爸 他又在那续长腿卖萌之类的吧 我总得要问一下他其他一些东西 当我们的采访对象是个神 记者小伙伴们露出一个表情 尴尬 粉丝见男神女神一面男 要跟他们交流 那是男上渣男 所以记者们一次又一次 带着一螺框好玩的问题 前赴后进 但是 一般来说好像 他们韩国人是属于都安排好的问题 就是每一家可能指定好 就是说你打开问这个 然后你问这个 你问那个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 就是这样帮你排好 然后发布会就完了 到比如说明天要专访了 可能今天他们说还不确定 然后到很晚的时候说可能确定了 但是原本比如说是二十多分钟 最后只确定到十分钟 然后我说可能到时候连十分钟都没有 因为他当十分钟里面还要包括有翻译的那个一个环节 所以真正能采到韩星的内容非常之少 你可能会有很多是想要去挖的东西 看到那个态度就没采访自己的激情就已经下来了 当我们的采访对象是个神 必须练就强大的心脏 为每一次采访做足备案 比如要会在机场自娱自乐 那不知道大家都是在等谁啊 机场 就这次金秀贤的上海 我们就说他三秒钟对我们镜头笑 还得像机场工作人员一般熟悉地形 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VVIP的地下车库 从接过李明浩啊 什么金秀贤啊 就是我们知道肯定会从这个VVIP通道出来 为何一定要这样 因为当我们的采访对象是个神 你就要准备好 无功而凡 大家都很想去接机 我们那天也收到就是消息然后去接机 结果就是主办方就封锁了所有的消息 就连航班信号都没有透露 这是以往韩信来中国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回来做片子的时候 发现素材完全没有点完全没有料 然后展现出来也只是明星 很片面的很官方的 很所谓的高大高大上的一面 当我们的采访对象是个神 瞬间都怀疑起自己 我真的是来采访了吗 金秀贤是我碰到的最严格的 因为他有要压身份证 然后要那个就是好像说什么 就是过安检一样的那个东西 就像李敏昊3月8号的时候 在杭州的那个发布会 然后他就会给我们一个提纲 然后提纲上面明确写着什么 情感的政治的 他那个入伍的 然后什么跟别的艺人比较的都不能闻 比如说我觉得最经典就是 一坷和宋茜各自参加活动 接受采访宣传都会有一条要求 就是不能提对方 我们是大概下午1点半左右 被拉到了那个现场 但是一直到5点半左右 才见到李敏昊本人 就是他们采访的时候 必须要被他们的那个艺人 离开特别远的距离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那个艺人拍起来比较好看 当我们的采访对象是个神 回看着拍摄素材还得苦苦争扎 哄不得拍不得 吐槽都必须很温柔 负面报道换来的那些板砖 也不知谁来买单 粉丝也不爽 媒体也不爽 最后主办方也不爽 最后估计明星也不爽 他只知道主办方请我过来 我跟着主办方走 可是主办方到底拒绝了 怎样的事情 或者产生怎样的误会 他应该不清楚吧 其实在媒体报道的时候 很多主办方都会被隐去的 所以粉丝们根本不知道 主办方是谁 其实那其实最大影 伤害最大的可能是我觉得 反而是明星的形象 其实粉丝也会很心疼 就是自己喜欢到 我向最后报道出来的时候 是会呈现出这个 负面报道的样子 当我们的采访对象是个神 往往忘了他们也是普通人 需要与别的普通人交流 也需要粉丝名正言顺的 欢呼和掌声 最近另外一个韩国人 其实对金秀贤后 也是比较不滑 有经常难过拿比较 我期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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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大陆 我期待从来到来 我期待的 比较来到来 我期待的 我期待比较 我期待比较 我期待的 我期待 我期待的 我期待 我期待的 我期待 我期待真的 我期待的 我期待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